在北京,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爾 在一個研討會上指 非法佔領期間本港的教育亂象重生 他指出青少年被洗腦 各界應該想辦法去彌補 香港的教育局局長也隨時受到中央監督 駐北京記者陳家俊報道 全國港澳研究會在北京一年兩日舉行專題研討會 討論香港青年和教育問題 會長陳佐爾發言的時候 提到非法佔中 反映香港的青年和教育都出了問題 為什麼非法佔領期間 香港教育領域亂象重生 為什麼香港回歸時才挖挖雪雨的娃娃 現在有人成了歸屋米志祺 衝擊軍營立法會政府總部的排頭兵 這是不是與當局一段時間以來秉持的教育理念 與貫徹實施中國憲法 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 有不銜接的情況呢 陳佐爾認為制定課程設計 學校管理的時候 應該按香港實際情況 配合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利弊得失 又說本港的教育局局長 隨時接受中央和香港社會的監督 根據基本法第48條和第104條 教育局長 如同其他經中央政府任命的主要官員一樣 是牢記和踐行著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新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新政區的誓言的 是隨時接受負有實質任命權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監督的 他說青少年一旦被洗腦之後 如何保腦 是值得香港社會關注和思考 有內地學者也在會上提出 國家應該創造更多機會 例如讓香港的年輕人可以擔任內地公務員 又或者是自願復兵役 讓他們可以參與國家建設 NOW TV駐北京記者陳家俊報道